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那么就实现这么一条功能 那么最原始的功能 我们先让他能干什么呢 能让他这样走起来动起来 对吧 别人先不管 现在能这种换页面 就是换图片 对吧 来 我们来写 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div box 对吧 那么这个box里边 我们要有图片的吧 是不是要有个image啊 src 默认先让他是那个那个零 现在有张默认的 行吗 那么他的id呢 可能也用得上 pic 那么这个顶上是不是还有小圆点啊 是不是啊 小圆点不就是啥呀 几个图片 几个图片 咋办事 八张的吧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那么是不是还有 还有两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div啊 对吧 这两个就写个div就行了 两个div div left 左侧 对不对 它放到一行去 放到一行去 它显示的是啥呀 是不是照样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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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那么他俩可能会有一些共性啊 所以说我们这来个来个就是说 bt 这个是不是右方向啊 是吧 这个 id 给他改成啥 right 那么咱们这个页面是有了 但这个页面现在会怎么样呢 反正挺难看 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呢 呃 你想先去写谁呢 先把这两个左号右号的给他放到左侧右侧去 行吗 那么是不是就定位的问题呀 其实这玩意就是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写个css css 啊 这儿呢 那么style 完成 那么是不是要在这里边把这个 css 样式给他写 拿进来呀 文波图 那么这里边我们写啥呢 呃 link 是不是就这个文件给他拿进来就好了 那么我们先说 先是不是先写这两个div啊 那么你就算写这两个div啊 那么你就算写这两个div 你也要先写谁呀 我那个boxdiv先给他放上吧 对吧 颈 box 一般我们是不是星啊 爬丁 零 马丁 零 再写谁 box啊 box 宽和高 好 图片的宽放高 给我看看有多少 图片的宽放高 哎呀 这这这 你看 你看 我都看到了 我都打开了 你才说 哎呀 790 340 340 那么我想让他居中 想让这个div居中怎么办 啊 那么marking 0 哎呦 7o 是不是就居中了 那么还要给他来个啥 position 一个定位吧 那么是不是relighting我 接下来我是不是再去搞左右的那两个div去啊 是不是啊 哎 那么左右两个div 他们俩都会有一些共性 他俩都有一些共性 那么所以说我是不是写了个class的呀 他俩无非就是位置不一样 是不是啊 其他的怎么样 是不是都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些样式 那么哎 那个叫啥的呢 是那个爱的叫bt对吧 那么点儿bt 首先他们都要有宽和高吧 加来个50px 呃高hijrt 来个假说80px 白狗的color 啊白狗的color 那么给他来个rgba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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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二 白狗的哈了 因为他是不是有 你看刚进来是不是透明的 黑色的但是是不是也透明啊 哎 那么啊 还要有字体的颜色 我让他是灰的 进了fff 那么字体是不是再给他变个大一点啊 防的size 我给他来个30px 那么想让 其实现在这个 刷新 啊啊 刷错了 哪去了 哎 啊这边我是不是写错了 啊啊 这边 刷新 啊 但是你会发现他不居中 是不是啊 你要想让这个文字居中 怎么办 lan height 是不是等于他的高啊 对吧 ilanheight 那么让他左右也也居中呢 泰克森 lan center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样式 刷新 哎 是不是就这样了啊 但是我要让他上哪去啊 是不是上左右啊 那么左右你 他们俩要有啥 要有定位吧 position 啥呢 奥帮 solut 但是他们俩的位置怎么样 啊 说不一样啊 那么接下来就讲 left 他的位置在哪 比如说 呃 left应该是他的left的值应该是啥 0 对吧 那么他的top值是不是再给他设置一个就OK了 写个啥呢 100px是啥 那么是不是还有个左侧的啊 其实你可以算那个居中值啊 我先不算啊 呃 rhhht 那这个应该是聚哪侧式的啊 right是这个 是不是啊 那么这样他不就变位置了吗 感觉有点应该再往下点是吧 呃 我看看咱们这高是多少 340 减去一个应该剩260 啊 130呗 哎呦 我只改了一个是吧 哎 top值也可以怎么样了 拿出去 是吧 刷新 哎 感觉好样一点对不对 好一点好一点啊 那么但是有个问题是啥呢 首先他上来是啥呢 是不是隐藏呢 那么我再给他加个啥呀 display啥 那 反正是过去了对不对 哎他就过去了 那么这些样式你都知道吧 现在说的这些啊 你看是不是就没了 哎一会儿当我鼠标进来是不是发生一个事件之后 是不是再让他出来啊 对不对哎这个先不管了啊 那么我再把谁给他移过去呢 说把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啊 啊 那么首先我们来来搞定一下这些啊 利啊 这些利 给搞利了 那么这个这个我看看啊 这些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怎么搞 那么首先我们给他去加一个ID吧 是不是也要设置一下他呀 是不是也要设置一下他呀 叫叫叫叫叫叫啥呢 list 列表嘛 对不对 那么 叫 list 设置一下他 设一下他 设一下他 那么他的一个定位position 哦 这些奥巴 设计他 什么 啊 这是设置我们那个那个 UL了对不对 那么 UL的话他们 我让他距离下方 假如20px 距离lif他 250px 是不是我挪动了一下UL的位置啊 对不对 来我们看看移密移动啊 刷新 哎是在这儿了对吧 那么但是我要让他干什么呀 是不是首先再让他们再再再横过来呀 对不对 啊那个点是不是也不要了 list 他死掉 弄 刷新一下看看 啊我写的不是吗 哦啊 来点是不是没了 紧接着要让这些在设置这所有的利了吧 对不对 那么就是 警 啊 list下边的利 这样写行吧 这是不是后代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怎么写 首先我要让他一排的话怎么样 list 对不对 来 一排了 对不对 哎但是他有一个 感觉他的一个位置好像 不是太那么傻是吧 看看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在下面了 那这个位置咋给他调一下 看看啊 看看啊 包腾 二十 我现在给他换成啥 啊啊啊 我写成啥了 写包的二十了 哇 这个提示我都没提示我按完我都没看啊 哎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好 好 那么 让他 呃 我们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是不是都连着呢 不好看吗 哎 给这个力都加了啥 啊 加宽度 加20px 再给他加高度 20px 哎 哎 我录屏了吗 录了 20px 那么 现在啊 其实他就应该有啥了呢 是不是有了 而且这个那个是不是要是一个圆点啊之类的 而且啊 我们给他要想让他试个圆点 我就给他来来个啥 白狗的 Color 对吧 来个井 刷新 是不是这样了 哎 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不是连一起了 连一起了 想让他分开咋办 哎 对 设个magen magen哪边 一方向就行了吧 10px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他们是不是都 都有一个距离了 但是有距离之后 你会发现 他要是个圆点 是不是就好看了 圆球啊 对不对 想让他是个圆球打扮来的 B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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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us 让他来个 呃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这个多少 你不用写 写个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行了 写个百分比 是不是就一半的意思啊 但是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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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字啊 还不居中 是不是啊 那么 Tags Lan Center 那么你的Lan height 也要干什么 Lan height 等于多少 20px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哎 是不是就好看了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页面的呃 样式是不是就怎么样了 上来了吧 页面的样式就上来了 那么接下来静态的是不是就相当于算是写完了 接下来要写啥了 动态了吧 哎 这些样式是不是都能看得懂啊 为什么要这么写啊 如果你要真的是每天晚上都自己写个小页面的话 我感觉写这些都应该不在华下了吧 可能让你自己写的话你现在写不了 你写的比较困难 但是让你看的话你还能看得懂吧 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写啥了 是不是写gns了 那么这个叫叫叫叫啥呢 叫loop 叫gns 那么你要使用这个gns 是不是需要在这个这个里面引入啊 对吧 啊 这个领入我放包在下面去 src src src对吧 src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gns啊 这个它放到那个包子的里边和外边其实有区别的 啥区别呢 如果我要这个gns代码要内容比较多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阻塞在这个gns直行完 是不是再去在页面才能渲染完呢 啊这样我是页面渲染完 我是不是再加载这个GIS 那么GIS给他放到这 接下来我们就去写啥了 写GIS了 你要想写GIS 我是不是要就处理那些页面的标签啊 你可能会处理到谁呢 可能会处理到谁呢 这个box 可能我们现在不确定是吧 不确定干什么 先写出来 是不是可能会处理他 还可能会处理谁呢 那个图片吧 PIC 还可能处理谁呢 是不是那个左右节点啊 left GS REFT 到最后点 改他element left 这是左边的对吧 还有啥呢 GS RIJHT 右边的 我起的这个名字 你是不是知道就是代表的谁了 我就不写主事了 这个 因为你看这个box 我是不是就是根据ID起的 那么还可能去 去去去操作谁呢 所有的例是不是 那个例是不是可能会操作 GS 例是 AR 但这个例是不是可能有 多个呢 对吧 那么就 就这样写吧 Document GET ELEMENT By啥呢 By TigerName 因为现在没别的例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要再继续写的话 你这个不能用 这个TigerName 其实以后你要很少用 对吧 因为我在别的地儿 再有例 是不是也就能拿到了 但是甭管了 我现在就这些例 是不是 好了 来 根据我们的思维逻辑 一点一点的 往下写 那么我们现在 第一不想干什么 你想我们上来默认 是不是就是 这第零呀 第一呀 你这个让人 让人这个小孩 红点干什么 你看我这个刷新 这个是要咋的 说红色呀 那么你说 第一个例 是不是要干什么呀 第一个例 第一个例 设置什么 为红色 可以吧 怎么写 JS LISA 它的下边为几的 零的吧 点 死掉点 什么 白狼的 Color 等于一个 Ride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我们这个页面 现在上来之后 是不是就是红的呀 接下来 我就让这个图片 怎么样 动起来 对吧 动起来的原理是什么 是不是就让这个 变啊 对不对 无非就是起个定义器 那么把这个里边的这个SRC 属性怎么样 会变一下 而且我给你们的咱们这个图片的名 正是01234567 其实如果要把它改成12345678 是不是就更好写了 对吧 那么我给他改一下 在这改 能重明明吗 改的改成 8 是不是我们的页面是 我们的这个这个标签也是12345678 那这个默认就应该是啥了 1了对吧 1了 好了那我们来看啊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干什么 启动 一个定时器去 去干什么 更换 GS PIC 中的什么属性 SRC 属性 是不是就这样的 那么想一想 我们就是一个VIRTI MIR Timer 去等于 Site Interview 对吧 Function Function 这个我们写个函数吧 行吧 或者说 这个就 FUNCT I O 多少秒呢 他说 一秒钟换一下吧 我们效果能看得多一点 对吧 那么其实你想啊 在这里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想换什么呀 换这个FRC的属性吧 那只需要你知道哎 我们正好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第七页第八页 我知道我知道要显示哪页我是不是就能追应这个值了 是吧 所以说我在这里干什么呢 VR CURR E NT Current Page 等于当前默认的是哪页 第一页 是吧 那么我要想显示下一页怎么办 是不是就让我的CURR ENT Current Page 干什么 加加呀 是不是就显示下一页 那么我在这里把这个我这个我这个路径换成以密制 干啊CURR ENT 他CURR ENT Page 点 JPG 是不是就可以了路径换成这样的 是不是啊 哎 那么我们就别在这里写了 干什么呢 写一个 群之 配置 群之配置改变页面的一个方法 行吗 那么 方神 那么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就干什么 是不是在这里去更换一图片的那个SRC的路径就行了 那么很简单 GS 以密制 哎 不对 GS叫啥了 PIC SRC属性吧 让它等于啥 以密制 加上 Current Page 再加上个啥 加JPG 是不是就行了 是吧 我在这 定制器里边 是不是就再执行这个函数就行了 数就变了 看懂了吧 其实就相当于把这句话写在哪去了 写在这了 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一会我这里边还有些其他的操作啊 这是不是就行了 那你看着 刷新 反正页面是不是动了 但是动了之后就有问题了 哎 没了 为啥 这个 加没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是不是要控制一下呀 if 如果我们这个Current Page 它等于 我们可以让它等于8 对不对 等于9行吗 是不是就不行了 这里边我要让这个Current的配置再去等于啥 1 那么 呃 我看看 这样行不行 哎 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是吧 刷新试试 是不是行了 OK了 是不是转起来了 哎 转起来就好 esse 是 kes 现在 什么 这 咱们 我们 请 我们 我们 对 我们 ое 好 不是 这 我们